我前幾天在沙田公園做的一個瀑布水池 它有一條做得很漂亮的梨巴 即是一個塑膠的梨巴 首先,一個公園做得這麼漂亮 用塑膠來做梨巴已經是一個問題 做一個圍欄已經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些不是原始植物,也不是有毒的 或者是吃人的 或者是碰到周身痕,皮膚敏感 因為在公園種植的植物,大多數都是對人體無害的 也不是原始的植物 或者是有勒吉人的那些 究竟整條邊界做什麼呢? 不知道 它邊界的好處是 柔軟的邊界,因為它是塑膠做的 不是那麼外硬 以香港官方品味來說,算是漂亮的 算是漂亮的 顯示了政府的軟實力 軟實力 這裡其實不危險 水深大概是0.5米 它有一條標尺告訴別人是0.5米 跌下去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初初是沒有的 因為我沙田住了很久 這條是 這個是 在書展的時候,碰到一個朋友給我的一些相片 我拿出來展示 其實有些報紙也展示過 是一條援跑徑 也不是援跑徑,只是山徑 那是挺漂亮的 第一,看下一篇,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通常會看到在馬路 或者交通黑點 或者很多行人亂過馬路的地方 稍為是樹立一些鐵欄 都還是情有可願 雖然鐵欄到了晚上就很阻礙 到了晚上,沒有人走的時候 都要走一大段路才能過 但是譬如在這裡 就很不知為什麼 在山頂一些沒有車行的 不准行車的地方 都會有鐵欄 而且這裡不是萬丈深淵的那些 而這裡的植物都是普通人種的植物 那究竟為什麼要做鐵欄在這裡 不知道 這也是同一條山徑的地方 原本的水務局 或者是渠務處 或者是郊野公園都好 它建設這些 撞下來的水位 其實它已經建了一條膊 防止人們跌下去 至少知道下面是一個去水位 一個水渠 那些水在其他地方 在下一條下水道走 但是可能是新的政府上任之後 覺得這樣的警告都不太夠 或者覺得自己還要努力一些 而這些鐵欄是鬧市的鐵欄 所以就搬到郊外 防止人們跌下去 其實沒有什麼聽過有人跌下去 這些水坑後 聽過的就是黃驚 野豬仔 有時候有些狗 有些要勞動消防員 或者預護處的人 把狗救出來 或者有時候救出來 就受驚到那裡死了 之類 所以真的不明白 這也是公園 一個很淺的水池 到腳眼位的水池 但是就有一個牌寫著不准氣水的 一般去到外國的公園 或者都不在外國的大陸 或者台灣的公園 如果有些氣水 一些很淺的池 其實建築的時候 是想找你降溫 或者是被小孩子玩一下 這個也是後來貼上去 最初它不是一個鐵牌 為何要這樣做 有是不知道 這是一個公園的欄杆 已經有欄杆 而且最初是一條 後來加多一條鐵 最後封膠板 分開幾個步驟 一年一年 越加越多 最後可能會加鐵絲網 或者之類 或者封了一條橋 其實這些水池 是剛才的水池 0.5米深 那當然 政府的目的就是想 政府就是想 以後 整理這些東西 就不要再投訴 或者不要再賴我 沒有照顧到你們 或者沒有保障到 兒童 老人 等等的安全 那便免除了責任 看完圖 再講一些東西 這個厲害了 這個 這個是一個網站 可以拿出來的 因為當作是一個教育的講座 所以貼出來這樣用 這個就是經典的不得了 一般我們在公園 或者在公共場所 不論是政府的場所也好 或者是地產商 或者商場的場所也好 很多鐵燈 不是不是鐵燈 就是很多長燈 現在都畫了板位 不理你肥手也好 都畫到平均分佈的板位 這些鐵欄 它的作用當然就是 防止人們躺在上面 其實這個是一個私人屋苑的 一個平台花園 私人地方 有些街坊 躺在那裏 或者動著腳上去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滾 屋契有沒有寫明這些東西 就是公契 我想不會管到 不准在石頭上 放著腳上去 或者做出一些不雅的助織 如果寫上去便好 證明香港非常進步 哈哈哈哈 細緻都比辣水德國 這些長燈拖起的時候 它是一些漂亮的線條 也都是很漂亮的 水磨的水泥 其實都頗花心機做的 但是一加了幾條鐵 下去之後就 不知道做什麼了 大灑風景 其實為什麼一些公園 火車站 一些位置要加一些欄 防止人動著腳上去 或者防止人坐超過自己要的空間 不知道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管制 那些人不准他這樣做 可以叫一些職員 或者巡查的人 稍微提點一下 這樣都可以 但是很可能 他覺得這樣的人力成本 可能很高 即使那些保安工 已經很低 一個人開張椅子 可能都可以 都請得起 但是覺得這樣都會浪 所以索性就 做兩條鐵下去 以後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久以前在報紙上貼出來的 在大埔中心 在大埔中心 火車 大埔中心 就是大埔虛火車站 對出大埔中心 那些巴士總站 它切欄杆 一般就是 三條橫欄 但是這些欄杆 它的恐怖地方就是這樣 是像那些 滿洲十大號營 我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 一個工程師 那個心智可以去到這樣 即是你捐過去 就給你一個教訓 所以弄到區議員 很看不過眼 就貼張紙出來 拉一個畫額出來 提醒市民不要去捐過去 其實不要理會 香港有沒有民主 或者有沒有法治 也好 如果一個管理人 他的心智 是放在這些地方 其實顯示社會有些問題 當然 因為羅湖邊界以上 更加是另一個政府 所以正在香港 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很文明 但實際上我們不應該 用別人來 比對自己 覺得自己很好 因為北邊是 在戰亂之間建立的政府 那個條件比香港差很多 香港的條件這麼好 但是不應該這樣做這些事情 都要好好拍攝 要請開一個問題 界定質地 他們 這個